卓西天主堂区也特别为这一场意外事故举行的一场太则祈祷 希望能够借由神的复活力量 让乡亲及侵难者家属可以度过伤心时刻 台铁太鲁格号事故造成50多人死亡 创下台铁半世纪来伤亡最多 各界共同哀悼 卓西堂区特别为这一次太鲁格号事故罹难 以及伤者举行一场太则祈祷 请为罹难者的家属祈祷 请为罹难者的灵魂祈祷 请为爱动的人祈祷 求你不提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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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卓东泰鲁格号副驾驶是一名教友 曾经是树林堂区的青年会会长 也特别为这一次意外不幸 罹难的青水青年来祈祷 盼望借着耶稣的复活 让救赎以及恩典带领花东祥亲 以及罹难者家属度过伤心时刻 其中国小以下的主日学学童也特别为那位六岁小女孩 以及罹难的孩童跪下祈祷 跪求天主仁慈就算不认识也不同的宗教 小孩子们真心跪求天主恩幼 孩童灵魂不再害怕安息天香 非常令人感动 这就够双双主席箱采访报道 这就够双双主席箱采访报道